由福建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福建省文化厅 福建省文联主办的八敏神韵 福建当代书画名家作品 海内外巡回展 今年7到8月在杭州香港成功举办之后 第三站10月22号在台湾艺术大学开幕 为台湾民众带来 敏派书画的艺术欣赏 来看东南卫视驻台记者发挥的报道 本次展览可谓是名家慧翠 共有来自福建省的24位书画名家 他们同台展出百余福精品 向台湾民众展现当代福建书画艺术的最新成就 也推动敏台两地的文化交流向更深层次发展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展览 它可以显现出来 其实福建地区本身它的这个绘画风格 它已经突破了原有的这个风格的这个局限 它已经吸收了各种的多元的这个艺术 台湾的这些艺术家 也跟福建的这个艺术家 从清代就有非常密切的往来 那近代呢 稍微有一段时间是中断的 那么我们希望啊 这一次这个展览可以带动啊 这个福建跟台湾这个艺术家的这个交流 本次展览在台湾艺术大学举行 这里是台湾艺术院校中的重镇 以此次展览为契机 即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及海峡文化艺术经纪公司 与台湾艺术大学签订全面合作协议 加强敏台文化合作 而两岸书画艺术家之间的情感与学术交流 也在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随着这个他们的对计划的理解和实践越来越多 计划在台湾肯定会形成一股新的风潮 因为从事这个企划研究的都是很著名的油画家 我们曾经约定在明年在两岸做敏台的企划交流展 本次八名神韵福建当代书画名家作品 海内外巡回展是福建书画艺术 首次面向海内外多个城市和地区展示的一场重大文化活动 在台湾站展览结束后 还将赴山东、福建、温哥华等多地展出